是不是又能打干一场了 你啊 唯恐天下不乱 他那事先不住 哈喽 咱们做大事了 老大 老大 我已经和云车彤结婚了 我需要在他身边 二十四小时有人 没问题 不是老低我看看吗 我就是开心 我们又可以一起 并肩作战吧 我可真服了你俩了 要不然干脆在一起得了 整天腻腻歪歪磨磨叽叽的 真烦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 他不是我的菜 那你也不是我的菜 你 我可以改 我可以改 幸福快乐 芷琪 你吓死我了 姐 我可是特意回来 祝贺你幸福快乐的 怎么了 我不开心啊 别提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结这个婚 也不想嫁给这个人 那为什么呀 算了 不提这个事了 对了 你不许告诉别人我结婚了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又或者大嘴巴的人 那我姐夫怎么没跟你快回来呢 你别跟我提这个门 行了 我今天工作也挺累的 我先稍微洗个澡 谢谢啊 怎么就结婚了呢 怎么就结婚了呢 跟谁结婚了呀 这儿是于世东家吗 对啊 你就是我那姐夫吧 你谁啊 我是于世东的表妹 恭喜你啊 姐夫 娶得没人归 该也恭喜你姐夫啊 嫁给了我 哎呦喂 姐夫 我看你啊 是不是对自己有种 盲目的自信 人呢 洗澡去了 哎 姐夫 怎么惹我姐了呀 对你怎么意见那么大呀 你还不了解你姐吗 她谁是母老婆 你说人呢你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你曾经强女娘娘的了我 有本事你拿周恩说一遍 懒得没你 哥哥 是挺讨厌的啊 你抓了 我有事跟你讲 好 林叔叔 都结婚了 不可以叫我爸爸吗 爸 你在韩国历练了这么多年 我把保护你儿 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 你应该可以让我放心吧 当然可以 那就好 你快去找彤彤吧 好 谢谢 开门 你爸要是知道了 他会生气的 啊 你干什么啊 拿着 睡楼下 去身边 白衣服 thought上 那就穿这个 这个是工作 那我工作是什么呀 最近巡逻 要走的笔子 不许坐 不许喝水 每两个小时论一般港 人家一港 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 那我巡逻啊 你做什么呀 我是保安队长 要得找你来问我 在保安队 我一个人说了算 坏的 再换衣服啊 挺合适你的 你姐在上面 不在这儿呢 我不是来找姐 我来找你在哪儿 找我啊 对啊 找你不行啊 我一个小宝宝 找我没有什么事啊 我想让你陪我去个地方 在工作 有关系 我跟我姐说过了 她准你的假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呀 我小宝宝 我不谢 要不要给我接打电话了啊 祝你欺负我 你 来 叶小姐 您又来了 嗯 嗯 帮我把车听好 看来你是常客 来都来了 还问那么多 走 哎呀 走啊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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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今晚的比赛 希望一名挑战者 挑战我们天海星星追逐 这本人到底是何况成胜 这才是钻飞 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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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有你好受 赛兵 赛兵 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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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听说你要挑战我的 你怎么跑这来当雷主啊 业余爱好 比赛唯一的规则 就是没有规则 究竟谁能获胜 让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了 既然上了雷台 那就别怪兄弟 我手下不留情了 别废话 来吧 警察 尼系 闹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夫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 保安啊 不可能 前赛你也看了 赶紧回家吧 我还得工作 他是谁 你来干吗呀 我来找你呀 说他是谁呀 朋友 什么朋友 说你是谁 怎么了 老大 有人找你麻烦了 泪乳 老大 走走走走 不是 他是谁呀 走吧 老大 老大 我昨天刚打的泪鼠 你这一脚踢的我也太丢脸了 我还没用劲呢 从这一脚就能看出 我就不让你亲弟 你要是亲弟的话 他不止这样对你啊 不止这样对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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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弟最近怎么样 他呀 太笨 还在老红蛋那儿训练呢 我功夫有长进没有 跟你弟比的话 差不了多少 不是 老大 老大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我既然跟了你 你就应该把你那些绝学 统统交给我 那看心情吧 老大 冷峰说了啊 他已经开始 着手调查一些事情了 那你好好盯着 云士童身边的人 交给我吧 老大 今天你打赢了我 你就是这儿的类传 到时候一波一波的人 跟你挑战 你别嫌烦啊 你接着当立主吧 你跟他们说 我没兴趣 得嘞 走了 哥非 你太帅了 你别走 你别走 你是我投资这个全场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人 哦 你真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啊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我哥哥 再见 你别走呀 嗯 你得送我回家 为什么 因为 我喝酒了呀 穿衣服 你等我 你快走 我 指晴 你怎么来了 姐 你到底了解端飞多少啊 你被她骗了 我被她骗了 骗什么 我啊今天带她去她地下全场 让她去挑战类主 我居然赢了 谁哪知道 她几下就把类主给打倒了 特别厉害 你带她去地下全场 姐啊 我觉得啊 姨福让你们结婚 一定是有道理的 等等等等 你这么晚过来找我 就是来跟我说这事呢 不是说其他的事吗 没什么了 姐 一会去哪儿了啊 我回家啊 你给我乖乖回家睡觉 不 我跟你说去哪 去哪儿去哪儿 这边哪真的 242 我出了 好 坐 恰恰了四季 我看你别做商人了 我给你介绍个交响乐团 你去做指挥 我看你做那个更合适 让一个人 讨厌一个爱好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爱好当职业 要是没有音乐综合我的生活 我可能会很讨厌你的 商人身份 说正您是吧 韩副总 洪顶也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 我知道你不想看着他 落在一个丫头手里 夺走你几十年的心血 但是你也必须得知道 想不忍则乱大魔 洪顶迟早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我相信韩总的机会 我们联手 你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我们联手 你能做些什么 有很多事情啊 我可以做到 但是你 不行 怎么办 而且还比较差 为什么 那一个地点 你 het 去热 Continue 没有 , Cold 我生气了 我都跟你说过我叫什么了 我叫苏小 记住了吧 好 我记住了 既然我们都是朋友了 你留个电话给我呗 我发誓我保证绝对不打扰你 就偶尔 打一个 一个 把手机给我 把手机给我给我 那段费哥 我还有一件事 你还有什么事 这可是我初吻 你 要对我负责 我负责 累了吧 公司情况怎么样 不累 公司一切的进展挺好的 段飞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我不知道 你自己问他呗 新婚之业 你把段飞关在门外 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关在门外 我跟他领证已经够勉强的了 我对他没有感情 没法接受他 他是你丈夫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在我心里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做我的丈夫 你再怎么逼我我也接受不了他 你 你是不是胡闹吗这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为了你和红顶的未来 那你也不能这样安排我的人生 彤彤啊 你要学会接受 这样我才能放心地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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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 但是段飞他突然这样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真的很难接受他 爸 我回来了 高雷 段飞 来 坐 老婆大人 我回来了 段飞你 无耻 爸 你看他 你看他脸上人是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看到了 不需要我解释了吧 吃 段飞啊 把你脸上的东西先赶紧攒来 快去 你 不要 我来 cyn 啊 也 我还没 我没 你 你 키 然后 你 自己 你 我 我 别伤心 咱们再抢 回来呗 怎么讲我打不过人家 再说了 你当我是人不然 我是真心实意的对志经 讲过来能幸福吗 兄弟 我跟您说的是志趣 女人需要的是什么 是吧 女人需要的是男人的英勇 你比那小子差哪 我打不过人家 没人家厉害呗 怎么样这主意 我又没想到 丑毛 无耻 下流 妈妈 人面寿心 这可是我初碗 爸 对不起啊 我今天真的不是您 好了好了好了 没必要跟我解释 龙头 你有一些 最近不是您想的那样子 请听我解释 滚 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 我就站在门口一整夜 一整夜 谁信呢 爸 您来了 没没没 他耍啥脾气呢 师徒马上会给我开门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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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别 别 他就是小孩子 您放心 师徒马上会给我开门 你一定 你不用陪我 喂 没说话呀 没说话呀 你新浪官来挺快啊 哎 老大 这么晚叫你出来 不会打扰你们俩的生活 行 这么晚找我什么事 跟我聊一下 送你个礼物 明天把这儿布置一下 以后我们只有地方思考 怎么样 挺好的 我们大概调调一下 现在呢 天海市有三家集团 苏氏 天浪 还有洪丁 这三家集团呢 基本上控制了天海市 近半的商业产生 苏氏集团 头号代表人物苏老 今年已经70多岁了 现在呢 处于退休状态了 第二个呢 就是天浪 老总是魏天浪 这家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 但是背底也少不了很多的 混血收入 第三家 就是洪丁了 那老大 你老了公司的事 你不是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呢 快 行 洪丁 洪丁集团呢 主要的业务呢 是做商业地产 这两年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 洪丁啊 受到了不小的挡劫 所以呢 云诗彤大胆地提出了 电商的计划的改革 但是我觉得吧 你老婆呀 就是想法很大 他根本没有考虑过 只要是改革 肯定会涉及到公司 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啊 我觉得 觉得怎么样 有些人会为了利益 非常信任 不过这些 跟我爸的私人 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觉得 深挖一些人 说不定有惊喜 那接下来 把两个集团顶死了 帮我 我堂堂天浪集团的老总 需要你来帮我 有红顶集团在 天浪集团就永无彻脱之日 有红顶集团在 而魏总您 也只能活在云顶的阴影里 而我呢 能够帮助天浪集团 多分一杯羹 凭你呢 单凭我一人自然是不行 但是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没人呢 我既然敢来 我既然敢来 就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当然还有诚意 既然这样 那你就说说吧 红顶集团现在分成两派 云顶老不中用 云诗彤还实胆力薄 韩元昌想独吞红顶 从某些方面来说 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 对 云诗彤 云顶强塞云诗彤进攻 公司早就惹动了韩元昌 如今韩元昌想独吞红顶 就必须赶云池桶下台 这点简单的道理 你这么做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们 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就是打垮红顶 天海的商业格局 到了重新划风的时候 战云 战云 千年 百分之二 十两 广国 就是 你吓死我了 吓什么 你神经病要断分 大半夜 吓死我了 你干什么 你放开 放开 你大半夜的 你敢帮我下入心脏病啊 大晚上的不可以当 愿我吧 你不是走了吗 谁让你回来了 你快走 我就不走 我们不是结婚了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睡觉 这里是我家 你要睡觉 你出去睡 这里也是我的家 你 好话不说第二遍 出去 彤彤 你怎么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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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 职 过来 快 快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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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老公 老公 童童 段飞 你别这样 你也别这样 我受不了了 我也受不了了 我刚受不了了 够了 够了 你笑什么笑 你不是想睡觉吗 睡地上 你要是不想炸演气的话 我明天可以搬出去住 这样爸爸就管不着了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睡着了 好 那我再找一下吧 好吗 等会 你怎么会 知道 你怎么会 难道 乖 没事吧 明天 大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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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这个送上去了。- 十八楼。- 十八楼不是不让气吗? -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如果快点紧急的话,也有例外。 - 再说何主任已经催了好几次了,你就给他送上去吧,不要管其他的。- 走。 - 有人吗? - 你找谁啊? - 我找何来,何主任。 -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 送东西啊。 - 保安不得善入十五楼以上的办公区,这是公司的规定。 - 你没上过员工培训啊? - 要不要? - 你站住! - 你违反了制度,我告诉你领导。 - 让开。 - 你。 - 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 - 何主任,许总让我给您送东西。 - 谁知道这个新来的保安违反的制度,居然上这儿了。 - 证明你什么事儿了,下去吧。 - 是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 段飞。 - 段飞。 - 你到这个地方来,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的条例。 - 你知道吗? - 我刚来不久,还不了解什么制度。 -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 信不信我开除你? - 琳琳。 - 我把东西给你了。 - 如果你想开除我,那谢谢你了。 - 拜拜。 - 大飞哥哥,大飞哥哥。 - 怎么又是你了? - 什么叫又是我啊? - 来,坐。 - 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 你叫。 - 我叫。 - 苏。 - 苏小雅。 - 苏小雅。 - 苏小雅。 - 我再说一遍,我叫。 - 苏小雅。 - 苏小雅。 - 苏小雅。 - 记住了吧。 - 你怎么找到我的? - 你怎么找到我的? -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问到的。 - 嗯? - 哎呀,段飞哥,你别走嘛。 - 有什么事快说。 - 苏小雅。 -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 是吗? - 我就是想你了。 - 无聊。 - 哎,段飞哥,你不能走。 - 我这次是真有事。 - 到底什么事你快说。 - 我,我遇上麻烦了。 - 你必须得帮我。 - 你自己想办法,我正在上班呢。 - 我是真遇上麻烦了。 -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 随意。 - 不是。 - 我,我,你要帮我。 - 我是真。 - 你,不要。 - 段飞哥,既然我们都这样玩。 - 是不是代表你同意了。 - 你说吧,你想干嘛。 - 我。 - 开车。 - 走吧。 - 得差点给你独立小小心的匾声。 - 自家伺候一定nai亲 sheep more Lee语使用。 - 你 Cerca差转出小度什么意思。 - 你何故事你twier front? - 自己被骗! 你怎么回事啊 快点把剪刀给我 把剪刀给我 走给我去办公室 快点 我都已经练了好久了 怎么还是有没有了你 因为你笨啊 我不会放弃的 因为我等着 拜拜 我有急事我要走啊 你怎么要走啊 我要跟你一起去 那你先把奖发摘了 为什么 我要去档案馆 你说昨天晚上 他也不知道去哪了 带着个口红印就回家 连遮都不遮一下 妈 我说我们好歹也是夫妻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我现在想想就一肚子气了 男人怎么没一个好东西呢 你知不知道你剪照片 是件很没有道德的事情 我给你需要那张照片 你需要它就要剪走它嘛 这张照片都二十多年了 它是有历史价值的 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需要照片就来我们这里剪 那我们资料馆还开不开了 你跟他说我害怕 你是谁啊 我是他哥哥 你们俩兄弟长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嗯 说话太 端飞哥 没想到 你还有这样一个对比啊 这张照片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必须要拿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拿就拿吗 姐 你又是谁啊 我 是他老婆 也就是他嫂子 我这个弟弟啊 脑子不太正常 然后照片剪都剪了 也黏不回去了 你就睁一只屁一只眼 给我们呗 对吧 爸 你看犯病了 我想回家 妈 我饿 阿姨 放上走 你又没有流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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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走吧 对 以后可不要这样了 谢谢阿姨 都几点了 早就该下班了 真是的 谢谢啊 等一下美女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哥儿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借点钱来花花 我们没钱 没钱 没钱 你们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快点了 你们别过来 再过来我报警了 快点快点 把钱拿出来吧 拿钱 快点 快点 你谁呀 你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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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你给我等着 别谢我们啊 应该的 小九 大嫂 以后对我的大好意 君总 我却送你们回这儿 什么情况 你指使的 不说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还是不说 走 没事 小妹妹 你已经到家了 为什么还不回家